我們剛有跟各位提到就是OneNote可以做筆記 比如說你剛剛那一題對不對 剛剛這一題不小心答錯了吧 你在右手邊這裡有一個顯示筆記 這樣有沒有 你可以做好筆記啊 文字型的筆記 好了之後你就按下面的這個確定就好 這樣子有個好處 筆記有沒有跟教材在一起 所以下次你要幾個都沒有關係 也可以重新編輯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另外呢你看 如果我是影片就更方便 好你看喔 我今天如果看到這裡 發現這裡有問題對不對 我想要做筆記我就在這裡 好你就按下確定 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有幫你把時間記錄下來 那以後你在看的時候怎麼辦 比如說我已經看到後面了 我已經看到後面了 你就這裡按一下 他就跳回你做筆記的地方 這樣是不是比較OK 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影片 如果你沒有 你記在紙本 你會不會特別寫 這是第幾分第幾秒 除非很重要嘛 不然你不肯幹這種事情 對啊 當然如果你要獨立 不要跟OneNote結合在一起的 網路上有另外一個 Chrome的擴充工具 他是可以就是把YouTube 當做筆記 就直接記在上面的 也有 但是這個是OneNote裡面就有的功能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另外一個他其實我剛剛講的都是屬於 所謂的文字型的筆記 他還有手寫筆記 也就自動幫你把畫面抓下來 把畫面抓下來 不過這個地方他需要安裝擴充工具 需要安裝擴充工具 所以我來這邊裝一下給你看 你只要到OneNote任何一個頁面的最左下角 任何一個頁面最下面 有沒有都有不同的擴充工具 Mac的不要難過 Mac的這裡有Suffering Suffering也有 所以 反正Mac也有Chrome 還是可以用 你只要把這個裝起來 那你在做筆記的時候 他就可以幫你把畫面拍下來 你可以有筆在上面直接做註解 你看我把它加進來 右上角會多出來 右上角會多一個東西 好 清真 你注意一下待會兒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右上角多一個這個圖示爬出來了 有這個圖示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這邊來 所以像我剛剛在這邊 我重新整 不管是影片的或是一般的都可以 所以其實OneNote平台 事實上是還不錯 好 那我現在就按下手寫筆記 有沒有辦法幫我把畫面抓下來了 我就有這個筆 這個是高度 有沒有 你就自己用框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影片的時候 你要不要自己畫圖 如果假設很重要的 你還是要自己畫 因為你沒有把畫面抓下來 對不對 如果這樣的話就比較簡單 按右手邊這個小小看起來像飛機的 就是提交 這是真的比較小 按下確定 所以你看我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文字式的筆記 圖像式的 也有剛剛文字式的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做多個筆記 這樣對各位來說 其實OneNote就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可以做OneNote裡面提供的筆記的方法